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70集 众官员羞怒交加 心想钦差大人做事太不厚道 购置罪名实在恶心 难道您还想治罪众官 除非你想整个江南官场一锅端了 总督大人到那个时候总不能继续看戏吧 你坏了规矩 得罪了江南官员 看你日后如何收场 谁料到范贤接下来的动作呀 却让官员们的眼珠子险些掉了下来 只见他随手一抛 便将厚的李丹扔入了火盆中 火势顿时大了起来 记载着众官员行贿证据的李丹 迅疾化作灰烬 范贤站在火盆旁沉默片刻之后 说道 不要以为本官是用幼稚的伎俩收买人心 你们没这么蠢 我也没有这么自作多情 之所以将这些烧了 是给诸位一个提醒 一个出路 他将双手扶持身后 清秀的脸上闪过一丝坚毅之色 本官乃监察院提斯 不需要卖你们颜面 我在江南要做的事物 也不需要诸位大人配合 所以请诸位警醒一些 日后如果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休怪我抓人不留情 监察院 可以审查三坪以下的所有官员 他敢说这个话 便是有这个魄力 至于颜面问题 他身份太过特殊 比任何一位朝官都特殊 所以确实也不需要卖 至于日后的事物配合问题 江南路官员的面子没了 难道就敢暗中与堂堂提斯顶牛吗 待会儿接封宴后 诸位大人将这箱子里的恶赌物都收回去 范贤柱没说道 该退的都退了 至于义史的民夫 折价给公欠 那几个穷县如果一时拿不出来 发文到我这里 本官这点银子还是拿得出来的 众官员无可奈何 低头应试 这时候苏州码头上的滑锁 已经开始动了起来 这个史字二十余年前的新奇玩意儿 最能负重 只见滑锁伸到了惊船之上 缓慢地掉了一个大箱子下来 这箱子里不知道放的是什么东西 正是如此沉重 拉的滑锁 钢绳都在轻轻颤动 范贤事先已经查过数据 知道苏州港是负责内裤出货的大把头 有这个调装能力 所以并不怎么担心 而那些刚被他下了一通的官员们 却是又被下了一条 那个大箱子被调到了岸上 又出动了十几个人 才千辛万苦地推到了坡上 直接推到了竹棚之中 一位监察院官员恭敬地请示道 提斯大人 箱子已经到了 范贤摁了一声 走到了箱子旁边 箱子外边裹着柳条 里边却镜似是铁座的一般 冲美官员心头纳闷 心想这位大人玩的又是哪一出啊 此时就连总督薛青 与巡抚代思成都来了兴趣 纷纷走上前来 看这箱子里边藏的究竟是什么宝贝 范贤自怀中取出钥匙 掀开了箱盖 与第一次见到这箱子里内容的苏武妹一样 棚内一片荧光之后 所有的官员眼睛都有些直了 银子 里面全是光彩多目的银子 不知道有多少银定整整齐齐的码在箱子里边 其实先前那几个箱子里的礼物啊 贵重程度并不见得比这一大箱银定要低 只是千古一将 人们都习惯了用银子 陡然间这么多银子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刺激了 许久之后 众人有些恋恋不舍的 将目光从箱子里收回来 都看着范贤 准备看他下一步的表演 这箱银子随着我从京都来到江南 日后我不论在何处围观 都会带着这箱银子 范贤和声说道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告诉各路官员 本人有的是银子 不怕诸位笑话 我范安芝乃是含着金氏出生的人物 任何想以银钱为利器买通我的人 都赶紧死了这份心吧 他接着冷冷说道 此下江南 本官查的便是诸位的银子事项 一应正事 我都不会插手 不过如果 有谁还敢行贿受贿 贪污欺民 可不要怪我手狠 有位前贤深知 励志败坏的可怕后果 所以呢 他带了几百口棺材 号称 哪怕杀尽贪官 也要止住这股歪风 本官呢 并不是一个喜欢杀人的人 所以 我不带棺材 我只带银子 众官员沉默悚然 乡中有银 十三万八千八百八十两正 我在此当着诸位官员 与来迎接的父老们 说句话 江南复述 本官不能保证 这些银子 有多少会用在民生之上 但我保证 当我离开江南的时候 箱子里的银子 不会多出一两来 范贤 扫过诸位官员的双眼 说道 望 诸位大人 以此为念 演完这出戏码之后 码头上的接风 暂时告一段落 范贤坐回椅中 感觉袖子里的双臂 已经开始起鸡皮疙瘩 亲中暗自庆幸 先前没有一时嘴快 说出什么万丈深渊 抵雷阵之类的 豪言壮语 苏州的下午 总督府的书房里 一片安静 一品大员 江南总督薛青 坐在当中的太师椅上 脸上浮着一丝笑容 他的身边分坐着 两位跟了他许多年的师爷 其中一位师爷 摇头叹息道 没想到这位钦差大人 果然是个胡闹的主啊 另一位师爷周眉道 输为不至啊 小范大人 这一下 让江南官员的脸面都扫光了 虽然依他的身份 自然不惧此事 但懂显得 不够成熟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薛青微笑说道 二位 也觉得他这一番卖弄 有些做错 二位师爷护士一眼 点了点头 薛总督叹息道 年轻人嘛 总是比较有表演欲望的 师爷小一的问道 大人以为 这位小范大人如何呀 薛青微微一正 陈寸半仗后 开口说道 聪明人 极其聪明之人 可以结交 可以深交 师爷有些差异 心想 怎么和前面的结论不符呢 薛青自嘲地笑了笑 做做又如何呀 这天下百姓 又有几个人 能看见当时情景啊 京都的那些 书格大臣们 又怎么知道 这月里的真实情况啊 传言终究是传言 人人口口相传里 总会有意识 无意识地 由自己对事实 进行一些符合自己倾向的修正 这小范大人 在民间口碑极佳 百姓们传播起此事啊 自然是不遗余力 因为对他的喜爱 就算此事当中 小范大人有什么不妥之处 也会被那些口语抹去 忽视 而对于 不为官场击毙 当面呵斥一路官员的场景 自然会打架笔墨 香藏十万两 坐船下苏州 过不多久啊 只怕又是咱们大清朝的一段佳话 这监察院出来的人啊 果然有些诡计令啊 这位总督大人 快意笑道 另一位师爷百思不得其解 说道 既是聪明人 今日之事 明明有更多好的办法解决 为什么小范大人 非要选择这么激烈而荒唐的方法呢 总督薛青似笑非笑地 忘了他一眼 你知道什么 他闭上嘴 不再继续讲解 有些事情 是连自己最亲密的师爷们 都不应该知道的 半闲今日亮明刀剑 得罪了整路官员 何尝不是再向自己这个总督表示诚意 对方抢先言明要在杭州住 就说明对方申明官场三位 而将这些官员唬了一通后 今后钦差在江南 官员们也不会去围着钦差 自己这个总督依然是头一号人物 薛青忽然想到另一桩事情 眉头不由皱了起来 对于范贤的评价更高了一筹 这名年轻全臣 今日如此卖弄 只怕不只是向自己表示 诚意那么简单 由春围至江南 这范贤看来是恨不得要将天下的官员 都得罪光啊 这两年 朝中大员们看得清楚啊 范贤连他老丈人当年的关系 也不肯用心打理 这 这 这要是 这是要 做孤臣呢 薛青身为皇帝亲信 在朝中的耳目众多 当然知道关于范贤的身世流言 却是实事 一想到范贤的身份 便顿时明白了 对方为何要一意孤行 去做个孤臣 这是防止忌讳 薛青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心想 大家都是 劳心劳力人呢 看来日后在江南 应该与这位年轻的范提斯 好好走动走动 才是啊 下午的暖阳 稍许驱散了一些初春的寒意 苏州城的人们在茶楼里 喝着茶 聊着天 苏州人太富 富到闲暇的时间太多 便喜欢在茶楼里消磨时光 尤其是今天城里 又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更是口水与茶水 同在楼中沸腾着 人们都在议论 刚刚到达的钦差大人 那位天下文明的范提斯 苏州 听说了吧 那些官员的脸 都被吓清了 一位中年商人黑黑笑着 对于官员们吃瘪 民间人士总是乐意看到的 另一个人摇头探道 可惜啊 还不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聊啊 我看钦差大人啊 若真的联系百姓 就该将那些探官污吏啊 尽数捉进牢去 嘿嘿 蠢话 头前那周年商人 鄙夷嘲笑道 这官员都下了狱 谁来审案 谁来理事啊 小贩大人 天总奇才 身谋远虑 哪会像我们这些百姓 一般不识轻重啊 这招啊 叫敲山镇虎 您瞧着 好戏还在后头呢 我看江南路的官员啊 这次是真的要尝尝 监察院的厉害咯 那个人点头应道 啊 是啊 这倒确实 幸亏陛下英明 将提斯大人 派来了江南呢 商人 压低声音笑道 嘿嘿 应该啊 是陛下英明 将提斯大人呢 声出来了 茶桌上 顿时安静了下来 片刻之后 爆出一阵 心照不宣的轻笑 最后那名商人说道 先前 我店里那伙计 去码头上看了 那提斯大人 下手是真狠呢 那些坐着 大转下江的手下 硬是被打了三十大鞭呢 对面那个人 回得理所当然至极 嗯 这才是正理啊 虽说是下属 瞒着小贩大人收银子 但罪过已经摆在那里了 是吧 如今这银子退了 李丹烧了 不好治罪 但如果不对下属 加以严惩 江南路的官员 怎么会心服呢 哎 先前呢 我也去看了 哎呀 那鞭子下得 真狠呢 一边下去 都撕咬带起 几块皮肉来 瞎呼呼的 哎呦 好不可怕呀 而在钦差大人 暂时借据的一处 盐商庄园里边 一处偏房里 此起笔符 响起惨嚎之声 半嫌看着被依次排开的几个亲信 看着对方后背上的道道鞭痕 将手中的商药割到桌上 笑骂道 不给你们抹烂 小爷我体恤下属 你们却在这儿好嗓 哎鞭子的时候 怎么不叫惨点啊 也不怕别人疑心 苏文茂 惨兮兮的回头说道 哎 要给大人 整面子 挨起鞭子 当然不好叫的 不过大人 您这商药 是不是 有 有问题啊 哎呦 我 我怎么是 怎么越抹越疼啊 我 反嫌笑了起来 说道 鞭子打得那么轻 这师姐 当然要让你们吃些苦头啊 他起身离开 一路走 一路摇头 心想 万里说的话呀 有时候是正确的 自己不是一个好官 也不好意思要求手下都是清理 这 上梁下梁的 还真不好扭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 严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